大家好,我是小静 上次分享的宋美玲同款三白汤的做法火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三白汤的升级版 多加凉物,更加适合夏天的保养 平时比较爱美,注重皮肤保养的姐妹们 看完记得收藏起来 首先准备20克花生 加入开水,把花生烫一下 再准备一块泡发好的银耳 有句话说得好,有钱人吃燕窝 没有钱的人吃银耳 银耳被称为平民当中的保养品 清洗干净的银耳,把根部去掉 然后再把银耳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再准备半个雪梨 把雪梨去掉外皮 雪梨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 在夏天吃可以帮助我们降火消暑 把雪梨对半切开 然后再把梨糊去掉 接着再把雪梨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也把它放入盘中备用 浸泡了两分钟的花生 把外皮去掉 开水烫过之后 用手轻轻的一搓 外衣就去掉了 花生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钙质、卵磷质 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 去掉外皮的花生也放入碗中 接着再准备5克莲子 加入清水 先把莲子清洗一下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最好提前把莲子 浸泡两个小时 买莲子我们要买去腥了的 不然的话 莲腥很苦会影响口感 清洗干净的莲子 也把它放入碗中 接着再准备10克糯米 把糯米倒入碗中 加入一碗清水 先把糯米清洗一下 家里如果没有糯米的 用普通的大米 或者是燕麦米都可以 清洗干净的糯米 也放入碗中 喜欢吃甜的 还可以加入几块冰糖 接下来 把准备好的食材 全部倒入豆浆机中 然后再加入约900毫升的纯净水 这些食材 大约是三个人的食用量 喜欢喝细一点的 可以多加一点水 选择干湿豆这个功能 大约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打的过程 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花生 豆子的香味 这样做出来的五白汤 特别的细腻丝滑 口感软糯 一点也不输燕窝 清热解暑 又降火 特别适合夏天来饮用 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觉得我的视频 有帮助的 可以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家人 我们下期见 拜拜